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傅 大家都知道纸类宝特瓶需要回收 可是您知道吗 换油的废弃机油以及绿油器 更要小心的收拾好 除了避免造成环境的污染之外 还可以做了很多种的建筑用途 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 资源回收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人的习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换油时的废弃机油以及绿氢器 可以成为可再利用油 区区两家轮 便可产生一个家庭一天所需的电力 另外钢制的滤氢器同样可以被回收 可循环利用于制造汽车 冰箱 洗碗机等等 它还可以用在搭桥 以及建设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的钢筋中 若一年里 所有在美国境内所售出的滤氢器都被回收 可再利用的钢材料 足够建设16个橄榄球体育馆 同时有助于减少对地下水 河流及溪流的污染 洛杉矶地区的居民若将废弃机油倒入下水道 垃圾桶或排水沟 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还将面临高达1万美元的罚款 因此妥善地管理废弃机油 请将它倒入干净的容器 并紧盖盖子防止泄漏 大部分汽车零件行也可以购买到 专门收集废弃机油的容器 不要让机油与任何的液体接触 包括水 回收滤氢器的话 要将其中的油排干后 同样装入防漏容器中 带到各地认证的回收中心 更多讯息请至网站查询